比如说我92年几月份 我马上快过生日了 咋的要送礼物了 明月你去爱啥 我是八月份 这个就不能说了 这个不能说了 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 因为我想换点礼物啥的 来吧兄弟们 咱们福利不断 什么价格 Q4E创入门级别 29万9 裸车价格是29万9 然后我这个是高配 那个叫创想这个配置 裸车价格是37万7 四驱 二面热不热热 热 来吧兄弟们 咱们不用踩主播的年龄 主播永远18岁 咱们如果没有关注的 咱们把左上角的关注 我不是狮子座 我是处女座 对 八月份呢 咱们没有关注的 咱们左上角的关注 一定要点完了之后 顶一下这波福带 这波福带的话 现在中小率应该是100% 快下雪了吧 A5什么价格 A5我们家有现成 然后入门级别 没事没事掉掉吧 38入门级别裸车价格38 40的时尚 你把气球板下点 快来 先大饭团 大家没有关注 可以先关注一下 黑龙江老奥达奥迪 关注一下 我们现在确实讲 对刚才有很多说Q4 对就是Q4一创 Q4一创 纯电的一台SUV 黑龙江我们家是 只有我们家才能卖这台车 还有多长时间 一分钟就要发福带了 宝宝们赶快点点 左上的福带 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 然后抢一下我们 左上的福带 走吧关注 然后咱们直播间 800个宝宝卖 Q6的话不是我们卖 Q6是上期要迪 我们是一期 一期要迪 看看外观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外观 又要看外观 我800个宝宝 然后给它看外观 那边没有灯 明远 照一下 然后一会再回 照一下这台车的外观 我的裤子 看一下外观 21寸的大轮毂 对 我们这个是顶配 四驱的裸车价格 是37,7000 这个轮毂是21口的 然后它的长度 它的长度是介于Q3和Q5之间 4米558的一个长度 太暗了 太暗了 然后纯电续航 我们这个顶配 纯电续航是543 如果入门级别 是后期的入门级别 裸车价格605 太暗了 光线不太好 对 咱们如果想看的话 咱们明天我们展厅 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 我们明天到展厅 明天去展厅给大家讲 明天车就回展厅了 嗯 获得石斗币 它又获得石斗币 这在哪 这是在王府井 我们在王府井的 如果是哈尔滨的客户 粉丝 大家想看这台车 咱们可以来到王府井这边 如果你群里比较近的话 然后明天可以去找明月看 没有抽到 都谁抽到了 给我们点两个小星星 看看啊 持着以恒抽到了 谢谢 还有哪了宝宝 是水 要不然Q6 我们不了解Q6啊 Q6不是我们家卖 嗯 能跟你合友吗 电池也掉了 这啥 这啥呀 赶紧 你放车里面 放后座吧 放车前吧 我们继续 那个小气球不争气啊 四驱是带Q4的吗 对啊 对啊 四驱不就是Q4吗 就是Q4 两个配置 嗯 一个是32万多 然后我们这个顶配是37万多 都是裸车价格 都是四驱的 然后纯电续航是543 嗯 如果再加充电的话 如果再加充交流电的话 嗯 12个小时可以充满 如果要是充直流电的话 那大约是四十多分钟 对四十分钟可以充满百分之八十 对 这是我们充电 嗯 它的里面充电 可以充满满满到在17 欢迎新来的宝宝们啊 宝宝们左上角点点点关注 多少钱入门29万9 29万9千9裸车价格 是的 将近30 不到30的一个裸车价格 入门是后驱的 我们这个车 这个不是A4 挡板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照一下 那里面光线不太好 它是电子挡杆 嗯 这种 电子挡的 对 推进式的一个挡板 一个挡杆 然后底下的中控这个材质 是楼空的一个材质 我们这个车的中控这块 是整个奥迪最大的一个屏幕 11.3 11.6的一个尺寸 这啥车 Q4一创 纯电的Q4一创 奥迪A6有啊 必须有线车 有线车非常多